TV被艺人梁玉很密称黄新印才是受害者,糟糕成乐艺灵痛斥炒作。 本来就应该逐渐平息的许致安与黄新印出鬼事件,没想来的今时今日依然是大众焦点,还总是能很轻易上热搜,虽然不否认还是有媒体在深挖这件事,希望还能挖出一个大瓜,但是在媒体之外,也有不愿意牺牲宁人的外人在插手整件事,这个人就是落悬港南梁玉衡。 许致安承诺要离婚,拨乱犯正般的为黄新印站队,导致被网友各种狂妥槽之后,他依然都没有要收敛的意思。 如今又把矛头指指唐诗永不夸张帝说,安心出轨,事件之所以被一吵再吵,梁玉衡真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头来说,这个梁玉衡也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在安心出轨这件事上。 他并不是当事人,甚至说白了他与黄新印的关系可能也就是一般的同事或是健身同僚而已,作为一个外人,他不但插手进来,还各种喋喋不休,一点都没有要收敛的意思,听到什么说什么,不仅仅对网友连同事都不放不过,一如唐诗永。 要说唐诗永得罪了梁玉衡吗?这个还真实的没有。 而梁玉衡这所会对唐诗永,是因为梁玉衡在社交平台上对安心出轨,发表了各种言论之后,唐诗永那么巧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留言要学懂沉默寡言,再之后唐诗永又对外表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只关四个人事,仅此而已。 有史之中,唐诗永一句话都没提及梁玉衡,甚至他最早写下的要学懂沉默寡言,也并没有只是说给梁玉衡听的,而不知是梁玉衡自己敏感,还是他本来就有心要借机炒作, 在4月22日这一天,他就干脆将矛头直至唐诗永,虽然用了唐二诗代替。 但明点人都知道他数落的就是唐诗永。 梁玉衡数落唐诗永的这一番言论真是毫不留情,直接说唐诗永非文多不胜数,还用了多如繁星来形容对方的感情历练,更指唐诗永是半淑女,毫无见数。 可以说句句话腰心腰肺,没有一句是好听的。 可怕的是,梁玉衡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依然没有要收口的意思,他数落唐诗永之后,又对唐诗永回应的直观四个人的事,继续发表个人看法,非常有劲。 梁玉衡常偏打论说了一番,更是将脏水扑向了唐诗永身上,不过唐诗永暂时就没有太多的回应,想来他也不会再回应,本来当初他所说的要学懂沉默寡言,就是希望事情能够早日平息。 不要再节外生极,不要再节外生枝。 如今面对梁玉衡的狂对,如果他再回应,岂不是变成火上添油,他才不会那么蠢去打脸。 除了唐诗永不回应外,受害人之一的马国明也拒绝再回应。 马国明之前已经就安心出轨,事件做过了一次回应,当时他也表示自己不会再对这件事发表任何看法。 但是因为梁玉衡的关系之前爆料马国明与黄欣颖感情早就有问题,所以黄欣颖才会移情别恋,如今又在暗示马国明与黄欣颖只是荧幕情侣不是真在一起。 这下次马国明又成为了焦点,大家都在讨讨论马国明与黄欣颖是不是真的只是在人前伴情侣了,并不是真的恋爱。 而在日前马国明回TV被开工,再次遭到大批媒体围堵,不过他就未对任何一个问题做出任何回应,包括是不是与黄欣颖假扮情侣对梁玉衡的大放厥词有什么看法,他统统都已没有回应。 作为回答,表情是略显无奈。 但也只能这么回答,不过他最后也有表示自己很好,会继续努力工作。 安心出轨来兜这个阶段,当事人包括受害者,以及受牵连者都选择闭口不谈,但偏偏身为罪局外人的梁玉衡却一直喋喋不休。 他说他看不过眼要为黄欣颖出头,然而黄欣颖至今连脸都不敢怒,一句话都不敢坑,当事人都不敢说话,反而外人却在说三到四,这外婆妻是不是操过头呢? 这根本就不是帮忙,而是让事情变得更乱,梁玉衡真的是可以闭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